3月前,这个攻击来自台湾 我将来自台湾 WHO秘书长谭德赛 这句攻击都来自台湾 指控台湾网友对他人身攻击 立即成为网路上最热门的发烧用语 一张又一张的照片 满满的台湾美景 或是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 网路发文最后不忘加上 This attack is come from Taiwan的hashtag 全世界网友纷纷接力贴文 用行动力挺台湾 告诉全世界这才是真正的台湾 不过对岸的网友也发起行动 进行反制 网路贴文上写上 我是台湾人 我代表台湾人向谭德赛道歉这样的文章 也有许多网友接力贴文 不过点进去一看 就发现这些自称台湾人的发文 清一色都是来自中国网友假扮 谭德赛的争议 俨然成为两岸网友的战场 我们关注的就是在 这个发言到底是不是台湾人真正的发言 那目前看起来我们还没有找到说 是我们台湾人目前所找到的 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大陆的 AIT贴出照片感谢台湾捐赠口罩 同一天 荷兰代表处也收到台湾捐赠的口罩 来自许多国家的感谢文 强调台湾Can Help 靠着捐赠口罩 再一次打响台湾名号 是要送出正面的讯息 让中华民国台湾在国外的形象更好 所以我觉得有些地方 或许可以更细致一点 想办法帮台湾 利用各个机会送出正面的讯息 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从捐赠口罩呼吸器 到谭德赛的争议 台湾一次又一次 让各国看到台湾在防疫的实力 华语新闻林静廷 杨格林凯伦 台北新北报导